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或缺的指标景点 穿成这样并不是来到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 而是来回教圣地前行朝拜 变成什么妙丽 不是啦 是回教小美女 把全身都遮起来 代表对当地宗教文化的一种尊重 回教图包头巾就是要修体的关系 修体遮修 遮修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定义不同 每个国家不同 中中就是蒙起来拍摄两颗眼睛 我们是可以看到脸 可以看到手 然后还可以看到脚 穿起来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 因为这是陆近随俗 因为我们是国家的 住近随俗来到这美丽的水上清真寺 粉红色的外观就如同回教徒特殊的文化 即使大热天也要包头包脚 是把最美的东西只留给亲爱的人看到 虽然麻烦却有相当动人的预议 场景一转来到这间著名的小吃店 出门在外吃饱最重要 这个犹如香港大排档的地方 里面到底卖着什么样的美食呢 跟着我一起去敲敲吧 就是这道炸鸡翅让这富奇也的小吃店 从一间店开到四间店 到底厉害之处在哪里 让我来吃吃看 这个圆巾都翻掉了 它的皮很酥 然后肉超嫩的 一道炸鸡翅 风靡全马华人的味 另外还有这台湾很难见到的魔鬼鱼 吃起来肉质Q弹搭配辣酱 相当令人难忘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杯饮料 沙梨汁又称酸甘汁 喝起来有点像加了酸梅的金吉柠檬 让你在超热的马来西亚 也能胃口大开 享受完平民小吃 接下来和我去感受一下国王的气派 来到这里仿佛来到六福村的苏丹王大冒险 没错这里也是马来西亚国王做的地方 待会听说会有一场精彩的卫兵交接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什么 这样就结束了 好像宗列词的比较精彩哦 没有耍花枪 也没有踢正步 这场卫兵交接结束得令人错愕 导游阿金姐着急地解释 原本至少三匹马一起交接 气势磅礴 但刚好有匹马生病了 只能说我们运气不太好 除了骏马 看守皇宫的士兵们也是万中悬疑 听到没有除了脸要帅气还要身高够高 体重六十公斤以上才能入选最高元首的卫兵哦 至于这位大哥到底帅不帅相信大家的眼光也都不一样咯 不过这里是有一间台湾帅哥明星必定造访的肉骨茶店 别以为肉骨茶都大同小异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家乡味 正宗的肉骨茶呢 那么就当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因为正宗的肉骨茶其实它是用药材 就是说十种以上不同的药材 来加入排骨和大骨一起蹲煮 最少两个小时以上 如果你想和新加坡有什么分别呢 新加坡的肉骨茶 他们的就是胡椒汤底 那么就是放胡椒 那么就比较辣一点 然后就是不会有药材在里面 马来西亚肉骨茶又可以细分为 潮州和胡椒两种 胡椒汤汁浓郁 而潮州风味则会加入多种蔬菜 除了肉骨茶派别多元外 吃榴莲也有多样品种 来到马来西亚一定要吃呢 当然就是果王榴莲了 但是榴莲到底要怎么挑才好吃呢 让我们来请教一下老板 看后面 后面有个新鲜的 有一颗新的 它它肉黄色的 种子扁扁的 这个全世界最美的鲜 这个叫猫山嘛 吃完果王榴莲之后 当然要来一下这个果后山竹消消暑 不过呢 因为它的汁液呢 其实会弄脏衣服 而且是洗不掉的哦 所以刚刚导游告诉我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 全身脱光光吃 最方便咯 天啊 千万不要啊 记者走光 那观众也都走光了好吗 来到马来西亚买榴莲 不想被骗 请认明星星记号 顺便吃两颗山竹 阴阳调和一下咯 听到了没 你用颇炙热的太阳 正在对你唱歌 它的热尽啊 好像一把火啊 快来马来西亚燃烧你旅魂的小宇宙吧